英國國王查爾斯親切地用日語喊干杯 百國宴接待他40年的老朋友 日本天皇德仁夫婦 分析指出不只是展現皇室間的友誼 日本英國同樣面臨地緣政治挑戰 德仁天皇扮演起務實外交官的角色 德仁的英國出訪因為疫情而推遲 這趟特地向已故伊麗莎白女王進獻花圈 不過沒有參觀英國國會 因為國會已經解散 準備7月4號大選 首相蘇納克氣撲撲 因為自家保守黨員爆出賭博們的爭議 保守黨兩名候選人 兩名黨員涉賭 押注大選的舉行日期 保守黨開閘 不再支持兩名候選人 而迎面大的工黨 竟然也有候選人嫌票太多 賭自己選輸 也遭到工黨停權 英國各家民調都預測 保守黨面臨雪崩式慘敗 工黨渴望在國會650席中 拿下超過500席打破歷史記錄 不過專家認為兩黨都不敢對民眾加稅 誰選上都得面臨財政窘迫 國債高築的難題 就像這麼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